我想中國大陸對台灣發起聯合力艦B的軍演 這個完全無視我政府釋出的善意 也無視台灣人民對和平的渴望 那這個軍演對這個和平穩定的台海局勢 局勢投下這個嚴重的威脅 也對現狀的一種破壞 我想這個在在證明 目前台海不安的根源都是來自於中共的軍武霸前 以及對台灣的極限施壓 我們希望中國大陸要正視中華民國客觀事實的存在 要正視台灣人民對於民主價值與生活方式的堅持 我們國軍跟政府都全程掌握做好充分的準備 對 一定對於保家衛國 我們做好了所有的部署 請國人放心 公務員可以看到我中共這次透過這個聯合力艦2024B 想要將整個台灣問題尤其台海在持續的內海化當中 包括昨天也是派出了這個遼民航艦編隊 那目前陸委會對於這整個局勢有什麼樣的掌握呢 我想包括我們政府還有我們國軍對於你所說的問題 都有全盤的掌握也做好準備 我們也呼籲對岸要正視 我們賴總統所說願意與北京與中共 共同為台海與區域的和平穩定共同合作 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目前陸委會有掌握到有關於像是美國國務姓布林肯之前有提到的 針對於這個所謂的雙食演說 然後因而要把這個演習更加常態化的這個態勢嗎 我想賴總統的演說 受到國內包括國際社會的一致肯定 我們也希望中國大陸方面要認真的解讀 謝謝